女孩撅着屁股卖力地擦地 突然一双高档皮鞋出现在她面前 她竟用擦地的抹布去擦客人的鞋 下一秒她就被手下拽进房间 只名为这个黑老大服务 老板娘百般劝阻 因为这个女孩是个傻子 屋内黑老大推下衣服 露出让人心惊胆战的伤疤 但这个女孩却丝毫不害怕 不仅把玩这一条条伤疤 还卖力地为老大服务 女孩名叫阿桃 是个越南姑娘 从小就长得十分漂亮 还有一副好嗓子 歌声非常优美 乡亲们都很喜欢听她唱歌 这天爸爸给她买了一只红色的风筝 不料风筝掉到了芭蕉林中 爸爸跑进去捡风筝 可等了好久都不见她的身影 于是小阿桃也跑了进去 看到爸爸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阿桃想过去找爸爸 爸爸就大声阻止 突然砰的一声地雷爆炸 爸爸被活生生炸死 因为亲眼目睹了爸爸的死 阿桃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从此心智就停留在了六岁 从小就成为孤儿的阿桃 如今已出落的婷婷玉丽 这里鱼龙混杂 有着小香港一样的纸醉金迷 阿水八面玲珑 经营着当地有名的洗头房 表面上是做按摩生意 可背地里却做着皮肉生意 因为阿桃的智商有问题 所以在这里干最脏最累的活 这天一位大老板来到了这里 他叫巴莎 小姐们都很害怕他 纷纷跑到了后面 正在擦地的阿桃并不懂 甚至擦干净了他的皮鞋 这让巴莎十分喜欢 点名就要他 看着巴莎背上的疤痕 阿桃并不害怕 有模有样地给他按摩起来 当他发现巴莎有一只腿是甲之后 嘴里还念叨着铁人 为他捶那只甲腿 这让他十分喜欢 这个傻乎乎的女孩 并没有强迫他做皮肉生意 临走时还给了他一百块的小费 但这笔钱是个什么概念 阿桃完全不知道 还没等到他反应过来 钱就被老板娘阿水一把抢走 就是这样一个天天遭人欺负 还不懂反击的女孩 在黑老大眼里 却是个别样的存在 这天晚上 突击检查的警察闯进按摩店 阿桃一登掉头就跑 阿桃虽然傻 但逃跑的功夫却是一流 三两下就甩掉了警察 可没有赞助证的阿桃 只好先躲在道房顶 不料跑到了阿辉家中 阿辉四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 他经营着一个卡拉OK 但生意并不好 每天只能喝酒找女人 这晚阿辉正在看足球比赛时 突然听到有什么声音 他四处寻找 最终锁定了衣柜 打开一看 一个女人从里面掉了出来 正是阿桃 阿桃惊讶地看着他 因为阿辉头上有科制 跟自己爸爸的一样 将他误认为是自己的爸爸 当阿辉知道阿桃是越南人的时候 便把他送回阿水这里 怎么知道啊 越南妹妹咒解一架嘛 还能有错吗 阿辉还以为 阿桃和这里的其他越南女儿一样 都是做着人工服务的工作 但其实阿桃是阿水的侄女 自打这件事之后 阿桃一直对阿辉念念不忘 他经常拿出父亲的照片核对 坚信阿辉就是自己的爸爸 所以阿桃开始了 对阿辉疯狂的骚扰 一口一口叫着他爸爸 阿辉对此事既烦躁又无奈 他自己的生活也很苦 没有那么多闲工夫陪阿桃胡闹 晚上卡拉OK的生意依旧惨淡 因为交不起电费 隔壁摊的老板把他的电给拔了 没办法 阿辉只好先给他点钱应付一下 忽然听到一阵优美的歌声 回头一看是阿桃在拿着话筒唱歌 歌声吸引了许多人围观 这让阿辉想到了赚钱的办法 次日他找到阿水 让他将阿桃雇给他唱歌 阿水以每个月200块和阿桃的赞助证 答应了下来 这是个人工智能 不仅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还能将脏衣服擦皮鞋 关键是还能叫爸爸 老板 不过阿辉告诉阿桃 以后不许叫他爸爸叫老板 他还拜托警察局的朋友阿康 让他办理了阿桃的赞助证 这下 阿桃再也不用为了查户口而乱跑了 白天阿辉就叫他唱歌 可阿桃并不太会中文 这让阿辉十分头疼 但越南歌曲唱得十分美妙动听 晚上阿桃成了阿辉的摇钱树 优美的歌声吸引了许多人的围观 跟他合唱的人排起了长队 这晚阿辉赚了不少钱 他拿出一点零钱作为阿桃的功劳 阿桃却学着洗头房小姐那样 将钱塞到了衣服里 与阿辉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阿桃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即使是天天帮他擦地刷鞋也心甘情愿 晚上阿桃唱歌帮阿辉招揽生意 难免会有心存歹意的客人 想对阿桃动手动脚 阿辉都会出来维护阿桃 虽然多数情况下都是美就英雄 他点了一首歌照顾阿辉的声音 没有要钱 可阿桃却傻乎乎地追上去派人家车窗 回去后阿辉十分伤心 自己的女人如今成了别人的妻子 他一杯一杯喝着闷酒 喝了不少后 他告诉阿桃 小月本来是他的女人 两个人18岁的时候就好上了 一起唱编剧 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 可美国大片的到来 让人们不爱看编剧了 编剧团也就解散了 最后小月被一个老板给取走了 越说越伤心 阿辉痛哭了起来 看着如此伤心的阿辉 阿桃也跟着哭了起来 那晚雷电交加 阿桃梦到了爸爸被炸死的场景 雷声轰隆隆的 像极了那天地雷的爆炸声 吓得他立马跑到了阿辉的床上 躲在了他的怀里 男人总这样 喜欢在酒精和情欲中麻痹自己 阿辉有了钱以后 将一个舞女叫进了家里 还把阿桃锁在门外 阿桃透过窗户看到屋内二人的场景 心里生起一股莫名的怒火 他翻进了屋子 把二人的衣服偷偷扔到楼下 路过的行人立马将衣服剪了去 阿辉想追也追不回来 于是他一气之下 将阿桃连人带行李 偷偷打包扔了出去 任凭阿桃怎么敲门他都不理 可过了没多久 声音突然消失 阿辉担心地出门查看 阿桃的行李 在地上还有一条项链 捡起项链一看才知道 自己眉毛上面的一颗纸 跟阿桃的爸爸长得很像 他拿着阿桃的衣服来到洗发店 阿水却告诉阿辉 阿桃不想见他 还得知阿桃的爸爸已经去世了 回去时的阿辉心中很不适滋味 他明白了阿桃是如何看待他的 阿桃一直把他当成爸爸 其实这一切都是阿水的谎言 他已经将阿桃卖给了巴莎 早在几天前他就收了定金 看着眼前的女孩 巴莎露出了如同父亲一般的微笑 拿出了他最爱吃的槟榔 这个很辣的男人也有温柔的一面 就在阿桃开心地吃槟榔的时候 意外看到巴莎正在教训一个人 他拿出枪指着那个人 说自己从来不杀没有反抗力的 阿桃在身边吵吵闹闹 阿辉反而有些不习惯 甚至有点怅然若是 阿辉又回到了以前邋遢的日子 这天阿桃来到他家 问他借卡拉OK 因为同村的阿雄要结婚了 还劝他都四十好几的人了 还不找个人结婚 另一边阿桃还没从枪声中回过神来 连饭都不肯吃 姑妈问他怎么了 原来他想上厕所 在厕所中他发现了一只壁虎 正从墙上爬向窗户逃出 于是阿桃也从窗户逃跑了 巴沙的手下以为阿桃回到了阿辉家 便来他家找人 可并没有找到 让他发现阿桃后给自己打电话 次日他从阿水的口中才知道 阿桃已经被卖给了巴沙 按摩店的老板娘 看上穷酸的中年男人 不惜牺牲色相 竟只为套取一个傻子的下落 男人突然站起身来 彻底看透了女人的嘴脸 为了钱 竟可以把自己的傻子女卖给黑帮老大 便愤怒地转身离开 这天阿辉搬着卡拉OK 准备去参加婚礼 打开盖部时他愣了一下 便急着将东西搬了上去 半路上他停在一个早点铺 在车斗中的阿桃钻了出来 一把抱住正在买早餐的阿辉 显然他饿坏了 拿着阿辉给的东西就吃 而这一切 都被路边车里的男人看到 回村的路上二人有说有笑 阿辉正式向阿桃介绍了自己的名字 让他不要叫自己爸爸 回到村里后 阿辉带着阿桃参加了朋友的婚礼 这场面让阿桃既兴奋又好奇 在云南瑶族的婚礼上 新娘会咬一口新郎的手指表达阿姨 这个动作让阿桃深深记在了心里 婚礼结束之后 阿水打来电话 原来那个男人是他的客户 看到阿辉带着阿桃 阿辉失口否认 直接挂掉了电话 为了不让阿桃落入巴沙手里 阿辉决定带他逃亡 洗车时因为阿桃的贪婪 阿辉的鞋子被河水冲走了一只 没办法他只好一只脚光着 来到了一个镇子后 他给好友阿康打电话 将阿桃的事情告诉了他 问他能不能帮帮自己 阿康说把阿桃带到金平边放站 我们会把他送回去 阿辉回头一看 阿桃不见了 他赶紧四处寻找 在路的另一边发现了阿桃 他质问阿桃为什么这么不懂事 到处乱跑 却发现地上有一双新皮鞋 原来阿桃给他买鞋去了 穿着阿桃买的鞋 阿辉十分开心 之后逃亡的日子里 让俩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或许阿桃不理解爱情是什么 但阿辉却早已经把阿桃 当成了自己最爱的人 可好景不长 他们的行踪还是被黑老大发现 两人吓得掉头就走 可三轮的哪里跑得过四轮的 很快两人就走投无路 阿辉被巴莎的手下狠狠打了一顿 小命都差点搭进去 为了保命 他伸手杀掉了一名手下 正打算跑来解救被绑住的阿桃时 却被巴莎用手枪抵住了脑袋 是巴莎他将阿辉带到车尾 阿桃拼命地挣扎却无济于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阿辉到了下去 随后巴莎开车带走了阿桃 以为阿辉死了的阿桃 被带走时什么也没说 可就在他们过铁路等红灯的时候 阿桃趁巴莎不注意 拿起旁的手枪就抱了他的头 电视里 新闻正播报着巴莎被杀的消息 而看电视的正是阿辉 巴莎曾说过 他从不杀没有反抗力的人 所以他只是开枪打伤了阿辉的腿 为了保护阿桃 阿辉拦下了所有罪名 被警察带走时 两人隔着车窗相遇了 随着车子的发动 阿桃疯狂地追赶 透过铁栏 这么久过去了 阿辉给他写了很多封信 想知道阿桃的下落 但至今没有一点消息 直到这时阿辉才知道冲动的代价 至于阿桃的下落 他早在一年前的时候就被遣返了 后来就失踪了 阿水也找不到他 临走时他将项链交给阿辉转身离开 铁窗后面 阿辉不断哀求阿水一定要找到阿桃 阿水什么也没说 默默地哭了起来 也许是愧疚 也许是感动 谁知道呢 监狱里阿辉拿着项链思念着阿桃 他手指上的咬痕依然清晰 但咬他的人却再也无从追寻 电影到这里落下帷幕 没有结局的结局究竟是悲是喜 红河里的男主角杀人被判坐牢 女主角出走生死未卜 算是悲剧 然而这个悲剧又是那么值得期待 算得上是悲剧中的一个完美结局 因为守住宝贵的生命 就等于守住了重逢的希望 影片最后 熟悉的越南民谣悠扬婉转地响起 绕着中越两国边境 绕进了阿辉的心里 这个黏鱼四十的汗 一步步迈进水中 追随阿桃的声音 追随七美如歌的爱 这让我想起了TVB的古装俱落神 曹芷也是迈进河水 去寻找他挚爱的真福